我蛮喜欢一个人去旅行 我很少的时候已经一个人去旅行 我觉得旅行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就是你要觉得是一个冒险的感觉 我们工作啊我们生活的时候 可能我们没有机会去期待一个惊喜 但是我觉得旅行就可以 因为我们拍电影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 有一个地方你真的是永远不会去 但是你拍电影的时候你会去 无论去哪里我也到哪个地方去看电影 我真的是一个满帽舍的人 满有感觉一个人去旅行 可能我来的时候英文也不太懂 义文也不太懂 普通话也不太懂 但是我去旅行的时候 我才发现自己原来什么也可以 我们工作已经要计划很多 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 这个时间应该做什么 我去旅行就尽量就是不去计划 譬如我去日本 我去台湾 我去内地 我去欧洲 很多时候我可能会找当地的朋友 之前去日本就有一家人 是我朋友的朋友 他们知道我是拍电影 就带我去一家餐厅 原来是黑子民他们的家人开的 这个餐厅的菜单就是这个导演 他工厂最爱吃的东西 对我来说我所有东西 我也是看电影去学 怎么去谈恋爱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 我最喜欢的电影导演是吴迪亚 所以总会有一些人 一些导演 一些电影 会影响我的一个人生的家旨观 我真的蛮期待明天会发生什么东西 因为有这个心态 你会觉得旅行真是好玩 旅行真是令你很浪漫